虽然曼联3比2逆转牛卡斯尔,减轻了主帅莫里尼奥的下课压力,但他依然面对困境。 接下来需要在英超欧幻队阵切尔西、尤恩图斯、曼城等净旅,稍有成绩不佳,肯定又将被推到风口浪尖。 不过,此时牧帅居然获得一人力挺,切尔西和新埃札尔承认,自己对2015年雅书下课有责任,并且已经道歉,他对此感到后悔,并希望未来有机会再次合作。 2015年底,牧帅被切尔西老板挨布第二次解雇,埃扎尔被认为是幕后元凶,他和切尔西女队异王、门亚库尔托瓦等人,都可能是策划雅书下课的内鬼。 埃扎尔和牧帅曾有过密约期,在两人联手为切尔西独冠的赛季,埃扎尔直接参与23个英超入球。 当选PFA年度最佳球员,牧帅赞美他是世界前三顶级球星,然而夺挂后的赛季,两人关系迅速恶化,牧帅在英超当顶后信任他的球员,给他们落外假期。 但球员归队时却身材走向,无法找回状态,因为成绩糟糕,牧帅公开批评切尔西球员,拉军技术总监麦克尔阿梅纳洛称,这导致队内出现了形而异见的不和。 在自己指教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莱斯特城时,阿扎尔应上离场,牧帅录制他,并且执子球员背叛了自己。 三年过去了,在麦片一即将做贺斯坦福桥对正切尔西之前,阿扎尔主动透露自己已经在牧帅下课后发短信道歉,并希望未来有机会可,以再次为他踢球。 我发短信告诉他,我很遗憾他下课了,我对不起他,阿扎尔告诉比利时HLN我们一起享受过所有成功,但那一次我们没有做到,我感到有点内疚,因为我是年度最佳球员,我曾是最有决定性的球员,但之后我的表现不够。 阿扎尔详细解释了牧帅和他的切尔西的问题,牧帅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,不再令人快乐,我们不赢球,我们变得有些城市化,训练,训练,却没有花了,因此分道扬镳是对所有方面更好的选择。 他说,但如果现在你问我,哪个教练我希望未来再次合作,我会说莫里尼奥,阿扎尔描述的牧帅的一个特点。 或许也值得现在卖联的球员思考,如果比赛结果糟糕,他就开始批评自己的球员,你们都知道,但时候我能够接受,那是他的性格一部分。 如果你赢球,牧帅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好的教练,他是你的朋友,你想做什么都可以,哈哈,你想放假一天,他会给你两天,如果一切顺利,牧帅对待足球就跟我一样轻松。 对于牧帅的战术风格,阿扎尔评价说,哪怕他是个特别强调放手的形象,也不太糟糕,他远不像瓜迪奥拉一样会冒险。 在我们夺冠的那一年,也打进了很多球,提出好的比赛,我的职业生涯并没有许多后悔的事情,但其中一件就是无法与牧帅尼奥在赛切尔西合作。 我们本来有一支可以,赢得许多冠军的队伍,但却以一种消极的结局告终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